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8次会议期间 中国人权研究会25号在日内瓦万国公 举办新疆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主题编会 全面介绍新疆在扶贫、教育、文化、反恐、医疗等方面 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非政府组织首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 举行的新疆主题编会 同一天 中方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8次会议 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 介绍新疆在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方面取得的成果